96強禮炮代表英國伊麗莎白二世96歲的輝煌人生 英國各地紛紛名放禮炮紀念一個時代的結束 甚至大英國協所屬的澳洲和紐西蘭 也分別名放96強禮炮 伊麗莎白二世是英國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她的辭世全球震驚不但聯合國 罕見撤出所有旗幟致哀 你去皇上的祭祀嗎 是的 我還不知道什麼詳細的詳細 但我會去 美國總統拜登以及和英國王室 教訓深厚的日本天皇德人夫婦 也表態計畫出席女王的國葬 只不過和英國因為俄乌戰爭交惡的俄羅斯 總統普丁決定不出席國葬 因為她是我們的皇帝 她已經給了很多年來的生活 去服侍她的國家和民主 深深英國人民愛在的她 大會除了自發 前往巴摩拉城堡獻花 形成一片壯觀花海 英國國會議員也在意識堂 追思伊莉莎白二世 前首相美伊為了緩和肅穆沉重的氣氛 還特別聊到 受邀參加野餐會 卻不小心在女王面前 弄掉一塊起司 緊張得不得了 讓眾人重拾笑聲 英國全國許多商店百貨暫停營業 各大活動延期通表致議 來送最敬愛的女王最後一程 三零新聞 為人君報道